我的阳台盆栽年年都会长龙葵 年复一年,从不间断 我不知道为什么,猜想是小脑带来的 不管什么原因,总之 每年春节过后,我的阳台盆栽就会冒出龙葵的新芽 大家现在看到的影像当然不是我的阳台 而是某日在台北街头看到的景象 这虫长在路边的龙葵好壮观 忍不住就为它留下影像 可惜土壤似乎不怎么肥沃 龙葵长得不怎么肥美 所以,也就只是拍照留念而已 不过,我日前倒是在路边的花圃采集到几株肥美的龙葵 龙葵是很亲民的植物 人机之处很常见 巷弄的墙角 马路边的花圃 能不防就会冒出几株 有时店家会将茶叶渣 咖啡渣 或厨余倒入花圃 无形中为它施了肥 有肥的植物就会长得肥大 一点也不输农地上可以施肥的作物 我看到肥美的龙葵 忍不住就采摘了 所以我也想将阳台盆栽的龙葵一起采收 春天就应该尽情享受野菜 现在来看看我的阳台 如一盆子里的马峰城正在结果 所以稍早失了一点肥 谁知道营养都被盆栽的房客 龙葵给拦截了 瞧他们一颗颗吃得又肥又大 这个灾难现场可有吓到大家 话说 我的香水柠檬去年最后一次采收之后就死了 我将它拔除之后正不知如何处理 也不知道小鸟在盆土里发现了什么 每天都轮流来翻 以至我打扫过后 盆土立刻又被翻了一地 我索性不整理了 等小鸟翻够了再说 现在回头来看看我的龙葵 其实上星期我已经先采收了一株 因为它特别说大 我怕它抢了大家的营养 就先收了它 今天再来采收两颗 龙葵最经典的吃法 除了古早味的龙葵粥 我去年此时发表过一支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 除此之外 就是炒姜丝麻油 这种做法与龙葵粥的干苦味完美结合 形成一种无法形容的独特滋味 一世就难忘 这两颗就先留了 让它们继续长大 好 这种做法与龙葵粥的干苦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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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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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